其實我覺得創意不單單只是一個個人的想法 而是應該要用一個團隊 它才能夠有更多的活法 在這一次的準備的過程 我找了兩位師傅團隊的一個幫忙 那我們這一次最主要是要呈現台灣的味道 我們用台灣的在地食材 希望讓我們在座的每一個賓客 可以吃到用台灣的小麥所製作的法國麵包 它的風味 它的特色 然後它獨有的一個口感 這一次比較特別的安排就是我們的麵包盤子 那這個盤子是由義式麵包來製作的 整個盤子的概念是一個湯匙 那這個湯匙它包含了裡面所有台灣的一個特色文化 還有我們在盤子裡面大家有看到就是有一個八家醬的臉譜 也代表著我們台灣的精神 那既然是廟宇的文化 那裡面呢大家有看到麵包上還有一個小小的幸運籤 那這個幸運籤呢大家可以打開來看看 然後也是我們呢 為在今天的賓客呢 為大家說祝福 祝大家的一天 這一點的一個好運氣 好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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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